HELLO,HELLO 喂,余博士,趙蕊 Welcome back 是啦,我回到了 去了你母校,轉了圈 我們今天都是四節 二間都是差不多 今天講旅行 我們馬上可以開始 剛好旅行回來,就是這樣 非常好 現在來到下午四點零八分 歡迎大家收聽今期的健康大數據 直發室內依然有Granny趙蕊 當然電話那邊還有聽眾朋友 很熟悉的我們的Gillbox 趙博士,由於知道Granny 剛剛去了東岸郵房 回來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主題 也跟旅行相關 竟然 發現旅行 和健康之間 會有些數據方面的牽扯 而且還是 很正面的數據 是吧,趙博士? 沒錯 沒錯 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正正是跟旅行有關 Ranny這次去東岸旅行 因為叫著父母 所以機動性不太強 不能說效率太高 一天走幾個地方 老人家行動 稍為遲緩一點 但我們也有去過 有去趙博士的母校 在哈佛裡面繞了幾圈 也去看哈佛的圖書館 真是壯觀 名校就是名校 哈哈 有沒有吃龍蝦? 波士頓那邊說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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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因為去到昆西市船 嗯 就在那裡吃的 因為那條是吃街 第一看就知道 遊客去到一定會去打卡的地方 嗯 所以我們想想去旅行這件事 有兩個英文字 一個英文字叫做 Relax 放鬆 是 好像命令你自己 放鬆 越是說 就越難做 但是另外一個字就是安靜 而且很安靜 英文字叫做 Restful 一個旅行 是去放鬆 還是一個旅行是安靜 這兩樣的做法是很不同的 有些人旅行 跟上班差不多一樣 哈哈 要看完所有東西 好像忙過上班 是啊 好像回來 好像散了這樣的人 因為你想看完所有東西 仍然都說明給身體 我們是要去放鬆的 我要迫自己放鬆 那就等於好像在做事 因為有個目標 就是你放鬆了沒有 怎樣放鬆 然後在這裡放鬆 那些東西 就變成了 不是真的得到一個叫做安靜的感覺 沒有辦法去 好像沒有辦法去 休息 去完更累 不去 那我試過 我試過去幾個地方 都可以能夠令到有一個安靜的感覺 就是因為第一 每個地方都可以加上它 是一個地道的食物 在裡面 等你吃飯的時候 都可以想起這個地方 其中第一個地方就是拉斯加 拉斯加 拉斯加 去那裡是有野生三文魚吃的 一個叫做野生sock eye 還有 有隻叫做pollock fish oil 我第一次接觸這條pollock魚 哇 兩個都是很豐富的 Omega-3 但是這個野生的 Gatis chalcogramas 拉斯加 的pollock 不是其他 很豐富EPA DHA 對腦也好 對心臟也好 那你去旅行都是想 relax 想去restore 就是拿回精神回來 不要睡極都休息不了 你吃這條魚 喝這些魚油 就很特別 這條魚 它也會吃一隻叫做 蝦紅素 而蝦紅素 蝦都有吃海草 而得到蝦紅素 但是主打是由這個 紅海草到來的 所以蝦吃了它 我們從蝦拿出來 就叫做蝦紅素 但是事實上 蝦都是從紅色的海草 抗氧化很高 那它吃了會怎樣呢 就會保護細胞 令到皮膚彈性多了 減低炎症 所以當它混合了 在魚裡面吃了 它就可以令到你身體裡面 油性的地方 可以令到它彈性好了 減低炎症 在一些油一點的地方 那哪些地方是油一點的 那些肥膏就油一點 那些腦就油一點 那些神經線也是油份的 那如果你能夠減低 那些炎症 那人沒有那麼緊 起碼沒有黏著線 那些線 起碼分開它 所以去到阿拉斯加 你不妨礙這件事 看著那些雪山在後面 真的好像雪山飛湖那種感覺 然後上面有些雕 有些鷹 下面在海裡 喝這些油下去 吃這些魚 當作是晚餐 簡直是 我第一次人生去那裡 我是大改變的 之後我幾個季節都回去 你想想 這個就是令到一個 一個旅程 就變成有一個 叫做Restful 安靜的感覺 所以這種安靜的感覺 其實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要忽略了 安靜的那些 因為我們平時 忙碌碌碌碌的工作裡面 可能我們 就是一路這樣 只是慣性一樣的向前走 而忘記了 原來停一停腳步 想一想 讓自己安靜地 頭腦清醒地去思考一下 以後行走的方向 可能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那時候在阿拉斯加 因為每個地點都要駕駛很長度車 才去到下一個地點 不是很近的 而且點和點和點之間的距離 而且你看到人煙稀少 沒有看到人 對 還有就是阿拉斯加很奇怪 有一段時間 但早上早上和晚上差不多一樣 整天都是光著 有些時間 極晝和極夜的現象 對 那時候和女朋友 今時今日老婆 可以聊天 去吃那些東西 當時在吃那麼健康的東西 又聊那麼久 困在車上當然是聊天 變成了可以令到整件事 很有restfulness 不只是叫做逼自己去放鬆 這個是其中一個trip 好像你說今次去trip 我就想起這個restfulness 和relax的分別 那我就想說第二件事 因為阿拉斯加是美國 那我就跟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你去過沒有? Rainy 去過一次 去過一次 我第一次 沒有深度游 只是去探望朋友 因為他們結婚 就去喝酒去探望他們 馬來西亞 我在河上 那條河剛好有鱷魚 有很多怪物 亦有蝙蝠的山洞 那時候去到 就吃到一隻水果 我沒有吃過的 一生人沒有吃過 叫做山竹 那隻山竹是很高抗氧化的 同一時間 是熱帶的生果 熱帶生果 熱帶生果 很高一隻叫xanthone 是一種成分可以令到你抵抗力豐富 又可以預防炎症 剛才的魚油也是減低炎症 但這是可以預防的 最奇怪的是什麼呢? 我有兩樣東西未試過 一個就是未吃過山竹 在馬來西亞 他們又播出一首歌 未聽過的我 這首歌是80年代那段時間 是叫Beyond的情人 我剛剛跟我的情人 我那時候女朋友 現在是老婆 聽著這個 一邊聽著情人 一邊吃著山竹 這個就是令到我 因為我去香港去過很多次 都沒有人在播出 Beyond那首歌 因為已經不是80年代 變成沒有人播出 2000年代後 很少會聽到一些 我聽到那時候的風又吹 在荒生野嶺 聽到這樣的歌 是感覺是很多 很多感情 又跟那時候 在吃這麼正的東西 所以當你可以配搭 emotional 可以動動到心情 跟著是令到我 那個叫做創造力 increase the creativity 加創造力 又是一個restorative 令到自己 很安靜不得已 還會加 加速自己 可以試那些 自己的正能量 加得很厲害 因為可以聽到這首歌 之後我回到那裡 是甚麼歌 從那時候 認識了這首 除了情人 還認識了喜歡你 我第一次聽 因為我美國長大 未聽過這樣的歌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馬來西亞 好 其實你去的時候 你是多少歲 我去馬來西亞 是2007年 所以你想想 我今年50 2007年 就是17年前 那我就30 30多 33 之前一直都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沒有去到東南亞 這些地方 從來沒有去過 我第一次接觸 貓山王都在那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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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是第一次去到東南亞 接觸到亞太地區的文化 那 確實是會受到影響 受到比較深刻的人影響 很深 那種感覺應該很強烈 是的 特別 可以好像去到八十年代 你知道去馬來西亞 很多東西都落後一點 變成 變成又會見到 他們很珍惜 香港的八十年代 很多歌 變成我在那裡 在那裡接觸 哇 那個時代不錯 當然 如果真的在八十年代 很認識八十年代 未必會覺得是這樣 如果不是九十年代 我都不會繼續 不會不用八十年代的東西 每樣東西都會變成 但是對我來說 美國仔第一次接觸這件事 哇 這個時代這麼特別 那時候 剛巧是在吃山竹 嗯 嗯 OK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稍試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在一起 健康 大數據 為慶祝長實廚櫃藍三八市 二十萬呎新店盛大開業 及報答客戶二十年來支持 長手灣區各店 將一律舉行優惠大籌賓 我們有二十六本歐式及美式廚櫃 隔頭、瓷磚、地板各種衛育設備 應有盡有即買即取 請你在裝修之前 務必前來長實參觀選購再作決定 查詢各門事報請上網 KZteachin.com 長實長實長久堅實 PG&E正全力以赴 為加州建設更安全 更穩健的能源系統 我們採用最新的AI技術 以更快地偵測和應對火災 為了在長遠降低成本 我們將高火災風險地區的路線 埋入地下 並加固電線桿 安裝阻延電線套 PG&E致力於打造一個更安全 更可靠更實惠的能源系統 造福我們的社區 星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連同星島網絡心機 將推出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提供的一連四集 介紹粵港澳大灣區最新的吃喝玩樂情報 特色景點帶大家穿越香港澳門及江門大灣區三大城市 一起發掘不一樣的旅遊新體驗 時間是9月25、27及10月2日4日上午9點05分 同時星電視Youtube頻道 星電視App也將會在9月25及20日上午9點 播出精彩視頻 敬請大家準時收聽收看 在San Bruno卓越牙科 無論是植牙手術前的檢查、手術操作及之後追蹤 均由20多年豐富經驗的沈維信蘭依親自負責 卓越牙科並引進優眠牙科機器人提供精準牙齒及合規資訊 制定完美植牙計劃並減少疼痛 卓越牙科植牙增值不加價 單火植牙只收2500元 現在新診病人還可以在全程治療費中再減200元 有條件限制 預約免費檢查 650-589-8658-589-8658 除了年齡的增長 做出關乎健康的醫療決定 可能令你十分困惑 三環市東北醫療中心的行見長者照護計劃 自在幫助你繼續舒適安全地 在自己的家裡生活 我們積極支持 長者以練習的方法獲得所有的醫療保健需求 想了解關於東北行見長者照護計劃的資訊 請致電415-333-8909 發瀏覽網址 www.namespace.org 老王去喝茶咯 喝茶不如去茶邊咯 這間叫煎味鍋 旋轉自在飲食每人一鍋 乾淨衛生 午餐每位22元99元 晚餐每位32元99元 成人中有海鮮盆送 肉類海鮮 丸類塑苔苔甜品雪糕等 數十款美食任君選擇 地址在三環市牛公旁 三環市和南三環市之間 Griston市唯一商場裡 拍車容易 訂座電話 415-715-8419 415-715-8419 家宇通國精彩門訓 交通燈號 專門城市接受 星期一至五 日落逍遙 健康大數據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時間來到4時24分 回到今天第二次健康大數據 我們繼續有請 焦博士 所以剛剛講起這件事情 我们能不能够踏到这个restorative的感受 这个修复性是很看你的角度去旅行的 如果你去旅行很赶的 还赶到自己根本上比上班更累 那就踏不到这个restorative 这个叫做安静的感觉 我们讲一下多一个地方 我们又回到美国 美国有个地方我未来会去的 10月下一个月 还有两个星期左右就会去那里 和一个香港朋友陈维仪 我会去那里 因为他一向都想和我去那里 我去了很多次 我四季都去过 这个叫做Montana Montana 那里有很多野生的食物 有人说吃了一些穿山甲 野生猫头鹰 说起这些东西 我在Montana就吃过野牛 Bison Rainny你吃过Bison 这个真的没试过 哇 哇 好保身的 这些真的好保 Montana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都好像雪山飞湖 但Montana 都是很特别的 因为 因为你在窗口看到那些山 是高度的 还有那些野生动物 是多的 哇 黄石公园 很值得去 因为那里特别 慢慢去 千万不要快 就是什么都要看完那种 因为你什么都要看完的时候 就是看不到很多东西 我每一季去看 都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差一天 就有些东西看不到 那里有个朋友 是特别喜欢打猎 吃野生的mousse 就带他打猎的东西 捉回来 给我吃的 我认识了 又认识了 2012年都认识他了 那你想想 十二年了 那去到那里 就有很多些 叫做Local food Local food 有些什么特别 Local food 有个叫做Huckleberry 如果有看小说 古时那些 Huckleberry Mark Twain都有说 它就很小粒 很多营养在这些berry 很重要的 它绝对不是蓝莓 它那个anthocyanin 是可以帮助心脏的健康 又是可以针对炎症 当你去那里摘 那些Huckleberry 新鲜Huckleberry 摘完 接着 在超市看不到这些东西 我去过这么多个超市 都未曾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但是 蓝莓 是会人仰的 Huckleberry 野生的 吃下去的感觉 就得到这个很满足的 安静的感觉 去到Montana 就是有Montana 拿到Jackson Hole 那里 如果有机会 我们还未去 但是还有几个星期 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那时 我可能会和你遥控做访问 但我会和你更新的 还有 你记不记得我和你之前说过 去Florida 那边 North Carolina 那边 我不是和你做访问的 你知道有只提子 大家都吃过提子 有只提子的皮 特别厚的 厚得好像皮手袋 那种 里面有核的 这种提子 很大粒 可以大粒到 巨大粒 大粒 我们平时香港 看到的紫色提子 皮很厚的 那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有Respiratrol Respiratrol 对眼睛很有用 对肝好 你平时去Georgia 去Florida 在Carolina 那里面有 这种 Mustar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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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种吃了下去 它 养颜 对皮肤好 对眼睛好 对脑部好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 这个 由Alabama都有 这种 它特别好 它的甜味 它的皮 是酸酸的 酸酸的 但是那个 比例对于 果在中间的肉 差很远 那 有什么数据 针对眼睛 Macular Degeneration that's right 这个 那些人 通常就说 我抽了Respiratrol 在软道 但是 如果去旅行的 在美国的 软道 又不妨 吃下这些 它又坏 你知道提子 等一会就坏 它没有坏得那么快 你想想 它的抗氧化 你想想 多重要 现在有些超市都尝试 去找它 买它 但是 如果你能够去到 美国的南部 一定要出去 试一下 这些野生提子 你会大开眼界 那 那 那 我可以说 旅行 可以用食 和 去 吃些什么 吃些健康的东西 可以令到你 有一个很Restful 的 叫做Vacation Experience 你怎样看 是 完全赞同 嗯 好 麻烦了 赵巴斯 我们时间答半 稍微休息一会 稍后我们继续 回来一起探讨 旅行 对于我们的健康 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讲到之后见 你 这下车有你 一直有我 分秒精彩 声道中文电台 你现正方听的是 声道中文电台 粤语台 好消息好消息 原封正品的西藏白草茶 現正舉行買二送一大酬分 沒錯是買二送一大酬分 敬請光臨國大心融藥行購買 總代理國康心融藥行 光大心融海味店大優惠一百元七磅 威州花旗心 是呀一百元七磅 西藏凍床草減至六百八百元一兩 飯給物館一百元 送太子牌花旗心廠 所有貨品八百折 快點來三藩市都辦街一一二二號搶購 哎呀我最近真是好不幸 這間屋被人爆竊 所有東西都被人偷了 哎呀真是可憐 那你有沒有報警啊 有啊我已經報了警 但是現在還在調查中要等消息啊 呃如果你又需要更多社區的幫助 可以聯絡CYC社區青年中心 他們會為罪案受害人提供服務的 你可以打電話 CYC415501151問一下 有美游家旗主辦的 埃及十二日十晚旅行團 11月25日出發 全費每位2599 加上三藩市來回開羅國際機票 10月30日全報名還可以減300元 全程住宿五星級酒店 今晚尼羅河五星級郵輪 監督晚當地五星酒店住宿 今晚當地五星紅海度假酒店 費用包括全程豪華旅遊巴士 當地專業中文導遊 餐食門票城市稅 地中海明珠 阿力山大特色餐等等 春遊、開羅、阿力山大、鴻海等多個城市 景點包括街梯金字塔 以及吉薩大金字塔 乘坐馬車前往埃德福神廟 帝王谷、埃及博物館、寨丁城堡等等 下身及報名電話408-982-7999 408-982-7999 媒體贊助星島日報 星島中文電台華報訪客中心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四點三十四分 回到今天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繼續將時間交給蕭波斯 跟我們一起說一說 旅行對於我們人生為何這麼重要 在跟我們的健康之間 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呢 有請趙博士 我們最重要是 又要知道時間只有這麼多 現在已經去到第三節 但太快了 有時候 又會令到我們聽聽聽眾 都緊張了 所以我們要慢慢來 其中一個數據和大家說一下 亦都是剛好Rainy 你去了我的母校 他們做出來的 就是說人們用少過十天的假期 有三十五個percent chance 在三年內去加薪 少過十天 但是去多過十天的旅行 那些人有些數據 就是有六十五個percent chance 去加薪 去多些旅行 原來有多些機會加薪 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你回來做 工作的那個態度 可能落力了 可能心境不同了 那為何不是一百percent 為何不是多些呢 以及每一個數據 因為你怎樣去旅行 都差很遠 就不只是去旅行 那麼簡單 你知道有很多旅行 就是 你喜歡經常去同一個地方 還是去到不同的地方 得到不同的感受 如果每次去一個地方 你都能夠拿到一些健康的角度出來 那你就很棒 那麼我們說一下這個 你剛剛去這個Massachusetts那裡 有些什麼正的食物 你知道嗎 在麻省呢 是整個美國呢 出得最多萬月梅的 啊 萬月梅 沒錯 Cranberry 沒錯 那這裡呢 為什麼我們Cranberry 什麼時候吃呢 就是感恩節 感恩節吃 它多強氧化 多維他命C 多纖維 那還有呢 就是它 它對很多尿道炎很有用 那你就下次去 麻省那裡 就可以去吃下Cranberry 特別在 Cape Cod那裡 就會有這個 海草 哇 海草在麻省那裡 很多海草可以吃的 你可以出去那些Coast那邊 說想我嘗試吃些海草的 那海草它那裡出產的 那就是海草 還有就是帶子 麻省那裡的帶子 那吃帶子呢 特別多Celenium 如果去不到吃帶子 那Celenium可以吃巴西堅果 但是Celenium很高 鮮、鮮、Zinc 還有維他命B12 它是低脂肪的 這個Base Gallup 在這個麻省那裡 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還有 如果沒有吃過這些 叫做Quaq 是一個很大很大隻的蜆 又是很高維他命B12 有些Omega3 還有很多鐵質的 那就是平時做Clam Chowder 就是Clam Chowder 就是用這隻QuaHogs 所以 你想想有多少 有多少棒的東西可以吃 那我們就跳一跳過去 去日本 我第一次去沖繩 我就接觸了 吃了很多很多苦瓜 你都知道是叫涼瓜 那 哇 你喜歡吃涼瓜嗎 Rainy 我就可以的 小時候就不行 因為我們覺得 好像小時候那些 譬如說讀書之前那些年紀 那些年紀 正是對甜的東西有興趣 你給它一口苦的東西 就馬上跑走 哈哈 人生未曾經歷的 即是 即是 那些 還未在苦中苦 沒錯 所以 可能未曾經印上 但他們那隻苦瓜 哇 我未吃過那些 那些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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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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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麽苦瓜 那麽苦瓜 那麽苦瓜 你俗 不會怎樣 那麽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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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麽的USU.icle intern 不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都知道这么多地方 那些东西是 他们为了去增加創造力 令到你多一些 多一些创造力 就差不多像华山论剑那样 选择论剑就选华山 选择去哪里又选择某个地方 选择选择选择 选择一些地方很有創造力 令你有很不同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能够 不做研究那些是配搭食物 一吃了欣赏的地方 我很多年都是这样的 我会找一下那些地方 有些什么吃的 譬如哈威尔 有哈威尔木瓜 真的很棒的 哈威尔木瓜是很不同 其他木瓜 所以你能够配搭食物 去那个 制造一个restful的vacation 跟着 很多我的vacation 包括做事 要想事 可能要做keynote 要讲话 但是当你配搭 那个mindful engagement 就是 你令到你自己 可以融入local custom 然后呢 整个人都 都可以 享受到去听到 听到 我少点看那些东西 因为我很多东西已经在看 我喜欢听 还有我喜欢摸 即是用touch 摸下去 哇 闻 闻到那些海蜂 闻到那些食物 你又怎样 你自己又怎样看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 我宁愿做多些在vacation 做多些 smell taste 和touch 听 就多过 只是靠看 那其实我觉得旅行根本就是 其实它的意义就在于 将你自己放在另一个 你更加新鲜更加陌生的环境里面 让你自己的感官 受到新的刺激 你眼睛看到的 就是你的视觉 你见到一些陌生的颜色 陌生的建筑 陌生的环境 但是你的鼻歌 你的臭觉 你闻到的 是一些平时 和不同的一些气味 你的触觉 你的听觉 所接触到的 都是 和你平时 每一天 密守成规的东西 不同的 陌生的 新鲜的环境 我觉得旅行 根本就是靠这几种 我们的感官刺激 来给到我们自己的大佬一个 新的体验 是 用这种新的体验 令到你自己觉得 你开始 踩了踩一个 你开始放慢了你工作 平时繁忙的那些节奏 让你自己的身心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开始 重启一样 嗯 我大概理解是这样 没错 还有这个 Restfulness 这个概念 安静 很安静 是要 是要 给自己 英文就叫 Allow 自己 不要逼自己 现在 你是要得到一个 自然 给自己 去休息 不是去 Force 逼 没有 expectation 没有要求 不是去 编排好了 我们今次去这个旅行 要看完这些 几百样东西 我们其实他的心态 什么都看不到 都不要紧 不知道今次会看什么东西 就很不同 巨人团 不是去制造压力 Restful 和 Rrelax 是不同 放松是逼回来的 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想想 用一些英文字来说 我这个跟 黏着眼有关 Please Close your eyes 几个礼貌 Please Close your eyes 第二就是 没有礼貌 Close your eyes 第三 就是 Notice your eyes closed 留意 你黏着眼 第四 就是 Soften your eyes Soften your eyes 整个不同了 因为你 都是要躲起你的眼 你可以躲起 可以不躲起 但是 是放松 对眼 是不是叫你 不是逼回来 而用词 我们怎样用一样 这个就是 Allowance 给自己 你要给自己 可以放松 你要给才行 你不给 怎样逼回来 都不行 因为事实上 是不自然 所以这个 自然 要是physical 身体要自然 emotional 心情 都要在 以及mental 是否ready 如果 relaxation 可以这样 放松自己 坐在按摩椅上 我们跟你 打到自己 鬆了 哈哈哈 打一下 打一下 就会鬆的了 就会得了 船到橋头 就是自然直 不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 Allow自己 放不放松得到 是要看看你怎样去 所以为何去大自然的地方 你看大自然 没有要求 为什么我们要吃 一些很高营养 很local的食物 平时吃不到的东西 是因为在那一刻 我们现在进去 我们进去 里面 可以享受到这种东西 这个 Restfulness 是真的 让你的脑 去到哪里 就去哪里 还有 还有 你会不会试过 躲起双眼 躲起双眼 留意到自己 什么时候 刚刚那一刻 睡着觉 即是差不多 睡着那一刻 好像 差不多了 留意睡着觉那一刻 还是留意不到睡着觉 就是睡着了觉 这个 开始留意到这件事 这个awareness 都很重要 因为这个 就是 Restfulness 其中 其中一件事 很重要 就是自己 可不可以留意到 自己 放松那一刻 好 谢谢赵博士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今天最后一节 健康大数据 广告之后见 如果你最近失去 或者即将失去 MediCal加州白卡 请立即与 DCHP 和Balance 联络 我们可以帮你 申请财务援助 再次获得健康保险 请立即自电 415-869-6812 415-869-6812 军龙驱风游 能有效舒缓肌肉酸痛 和关节疼痛 含有光河 安树油 和婚衣草精华 气味清新舒畅 军龙驱风游 你的贴身指纸和转价 香港小馆 老店风采重新装修 港式肖立 远近全阳 新潮菜式反应二烈 让我们继续以自成自身的服务和品质 通行食家功临 香港小馆在 PoloAuto 3691 Al Camino Real 电话 650-519-062 这就是百令元 这里的环境 山清水秀 贝山绵海 真是善人安息的风水保地 还可以保佑子孙市市顺利 就是不知道在这里买福地 贵不贵呢 重阳市期间 百令元有重阳生前预扣优惠 可高达40%是扣优惠 还有分期付款及其他回馈安排 查询电话 888-812-6613 888-812-6613 传承中国文化 京都艺术教室 全新推出古增港堂 由拥有中国中央音乐学院 专业教师资格的 湾区青年古增演奏家 真是课堂创办人 Sandy Lee授课 科程设定 每周一班一堂课 每堂课90分钟 12周唯一学期 小班制教学 科程收费 每人40元90分钟 正常文化提供 古增土假 古增假学习 同星期六下午 在南三藩市 395i10 point photo 星期日报 美食版总部上科 报名查询热线 650-808-88888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 一一解破 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最后一节的健康大数据 现场时间交给赵博 最后一节 我们来讲一下 很多地方我都去过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以前去过 就是一个时候 苏州和杭州西湖 我还买了个茶壶 在苏州那边 那些茶壶是有一只青蛙在上面 那些炮茶和珍斯 那时在做这些科技的事 就邀请了我去苏州和杭州 有个讲座 但是我记得我去到那里 摸到珍斯吃他的东西 喝他的茶 特意好小心买回茶壶 我买了几个茶壶 那个地方真的令到我想起一些 原来我是香港 中国那些地方来的 即是我的祖先 是那些地方来的 那个感受 那个叫做Restfulness 又不同了 因为让自己去留意 那些茶要洗才再冲来喝 喝那一下里面 就不是用滚水逼他出来那种 那些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Rainey 但是就 那个feeling 那个nostalgia 即是那个感觉 是不懂得怎么形容 去日本得不到那个感觉 去马来西亚是很特别的感觉 但是不是香港 不是中国的感觉 有些东西是写了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写了在DNA里面 是的 虽然你可能从来未去过那里 但是由于是 你根本就是发 你根本就是源自于那里 当你真正回到属于自己的地界的时候 真正踩上那片土地的时候 你的感官一定会和其他地方不同 但是我不懂得看字 我也不懂得写中文字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 我从来未踏过去苏州和杭州 从来未踏过去香港 为什么在那些地方 我睡就睡得好一点 真的很怪 这个 这个 旅行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是享受时光的时间 是的 我好像觉得 一天等于十天的感觉 因为好像活了十天 一天踏入香港 踏入去苏州和杭州 等于我十天在美国 是一个 我到今时都形容不到 在那里是一个什么感觉 但是我睡眠 睡下去和思考的东西 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我问到现在 我问到现在 我去到那里 我说我 不知道买这个茶煲 拿回来 美国的感觉 可不可以叫做 维持住它 有少少的 没那么厉害 因为 只有茶煲 或者有些东西 拿一幅画 但是 为什么 有些影响 那我就一路追求 这一样 为什么 那时候听到一些音乐 而是有广东字在里面 有广东话里面 我一听完再听回 就是好像影响了里面 那些DNA 好像一早 我不懂听 我老爸懂 我爹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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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身体的细胞 不只是 包括在我们自己人生里面 哇 很重要 所以我们去续续 这件事 真的很神奇 是的 是的 你在苏杭的时候 你除了睡觉 也好之外 你有没有觉得 当地的食物 其实对你来说 根本就 虽然从来没吃过 第一口 已经觉得 哦 是它了 是对我的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绝对有 每次都有 我刚才说 我吃野生三文鱼 很正 怎样正法呢 都没有入口 即是在吃些 广东菜 食条东升斑 老虎斑 总之蒸出来 广东人蒸出来的味道 是不同 阿拉斯加里面 跳上来 就是那个比较 哇 有没有搞错 我就是说这些 Restfulness 差不多是有 数学 根据有数学 但是我现在说 最后的部分 就是没有数学根据的 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 你叫我选哪样东西 我说很明显 就是个个见到我都是 他说你在香港回来 在苏州 我时苏行回来 整个人不同了 就是好像去过一个 应该要做的地方 属于自己的地方 那种感觉 是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 这不代表 令到自己的身体 有些地方 是去不了的 那些位置 是调整不了的 但是因为去过的地方 你刺激了某个地方 某个位置的身体 某种细胞 很多时候 我吃的那些补品 都是想尝试长寿 但是如果我们有些细胞 是不应该长寿的 它们走了 现在留下那些营养 给一些应该在那些 你想想你吃少了多少 你少了多少东西 你走少了多少冤枉路 去完香港 我是在香港 闻到别人烧香的那些味 都会觉得睡觉 闻到别人街的那些味 下机场那些味 连坑渠味都好像是 会调整身体多些 很怪的 很怪很怪 但是我今天留下最后那一节 说Restfulness 就是如果万一你Restfulness 真的不需要自己刻意去放松 它自然自己会放松 就是有时候回到家乡 回到如果说金融小说 它说牛家村 回到那个村里 有那个感觉 那种Restfulness 是自然的 你什么都不用操 这个就是Ultimate Vacation 嗯 嗯 这样的感觉 其实很难得 嗯 好 多谢赵博士今天和我们分享的 关于旅行的见问 以及一次幽幽然的放松的旅程 对于我们的健康 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与此同时呢 也都多谢赵博士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 大戏电话当中 再和你见面了 嗯 辛苦了 不用了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下星期再见 拜拜